说到车呢 这个国外的超跑有帅气的上线式车门 这车门一开挖炫得不得了 现在国产车一样可以拥有 花个几万块钱可以改装成上线式的车门 但是提醒大家改装前要想一想 因为这个国外的超跑呢 有车祸安全性装置 另外台湾也有法规的问题 但无论如何 这一先它的吸金度不输给真正的超跑 这不是超跑 但现在国产车也可以和超跑一样 有上线式车门 看看整台车的外观 两边车门都可以上线展示 远看就像是超跑 这一般四门轿车改装的 虽然阳春点 但它可以和原厂一样测开 也可以上线 两种开法只要花大概两万五 国产车也可以拥有超跑开门的帅气感 两车之间距离这么近 一般方式开车门 很容易就发生碰撞 但现在上线式车门 只要将车门一掀开 就可以方便进出 这个是原本它车门锁在这边 然后我们做辅助之后 加厚它的支架 加厚它的支架之后 它可以承载整片车门的重量 如果说要恢复的话 这非常的简单 四颗螺丝就下来了 如果没有反应的话 我一定会改 怎么说 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改变车体转轴左右两边 靠着气压辅助手臂 车门可以侧开或上先 让车子就像是有了装饰翅膀 日翼兄长无法兼得 虽然无法和超跑一样飞班 但这帅气新奇 还是能过过感应 记者李梦章 叶宜云台中报道